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7年 她一直在忍辱负重 可我 却为了这份爱付出了所有 穆婉清 你会后悔的 婚约刚刚奏响 那扇沉重的大门忽然被猛地打开 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面容桀骜的痞子眼中满是不屑 走到穆婉清身前单膝下跪 她的眼中满是柔情 婉清 跟我走吧 我会给你真正的幸福 穆婉清淡淡地望了我一眼 那张一向冷若冰霜的面容上此刻静莫名染上一丝红韵 嘴角上更是出现了一抹鸡翘 我的心渐渐沉了下去 下一刻 她决然地甩开了我的手 轻轻握住了那个痞子 娇声道 我愿意 她高傲地抬着头 一如既往 如同天鹅 一下子 整个会场都炸开了锅 什么情况 有人抢婚 天哪 这可是裴家的婚礼 居然也有人敢闹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 望着这闹哄哄的现场 我的心却在此刻变得无比平静下来 这是我第九次攻略失败了 先前的每一次 我都选择了重来 但这一次 我累了 往昔的一幕幕在我的脑海之中回放 大学里 为了穆婉清能当上学生会主席 我请人喝酒拉关系到魏靖鸾 她想开公司 我发动自己所有人脉 帮她搭建资金链 她病倒了 急需骨髓移植 我几乎没有犹豫的就选择移植自己的骨髓 从一开始的为了攻略而攻略 到后来真正爱的刻骨铭心 再到如今的绝望 我真的好疲惫 系统 结束吧 望着穆婉清和那个痞子牵着手走出会场 听到耳边传来的父母的愤怒和不甘 我的眼前逐渐陷入黑暗 正在删除关于攻略对象的一切记忆 删除成功 我昏迷了整整七天 等到再次醒来 边上第一眼见到的 是陪着我长大的发小 林沁 只是我记得她应该一直在国外留学才对 怎么会在这 她看到我睁开眼 脸上是难以想象的惊喜 陪眼你 你醒了 快 先 我先给你倒杯水 看着林沁手忙脚乱地给我倒水 我的心中不由地有些感动 慢慢将她手里的水接过来 喝了一干净才感觉身体舒服了一些 见到我的脸色稍微有些缓和 林沁才似乎是松了口气 但转而又满是恨铁不成钢的开口 你说你 都和你说了多少次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怎么又因为那个女人进了医院 你声势被她下鼓了 现在好了 你对她掏心掏肺好了七年 人家跟这个认识三个月的痞子跑了 你说好不好笑 因为这事 陪侍都成了笑柄 伯父还在婚礼上气得当场晕倒 听到林沁嘴里连珠炮似的一传话 我不由地感觉有些头大 赶忙止住了她的话头 满脸疑惑道 小沁 你说什么呢 什么婚礼 女人 我爸还气晕倒了 静 病房之中的气氛突然像是凝固了似的 林沁捂着嘴 瞳孔微微放大 有些不敢相信的呢喃道 裴眼你 不记得了 你给人当了七年的舔狗 结果 她还跟着个黄毛痞子逃婚了 听完林沁说的一切 我愣愣地正在原地 眼中满是不敢置信 我是谁 从小到大的学霸 裴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 结果居然舔了别人七年 一时之间 望着镜子里 我感觉说不出的荒诞 然而正在这时 病房门又突然被猛地打开 却见我妈满眼泪水地走了进来 望着我的眼中满是心疼 爷爷没事 这婚不结了才好 以后妈妈给你一定找个更好的媳妇 不要担心公司 妈妈会处理好的 你要做的就是养好身体 在她看来 我受了这般打击 现在肯定难以接受 很难想象 她现在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沉默了一会儿 我挤出了笑容 拍着胸脯道 妈 我没事 以后 我不会再缠着那个女人了 你儿子回来了 啊 眨巴了两下眼睛 我妈突然上来用手背 侧下我的额头 尼南道 你不烫啊 怎么开始说胡话了 我的额头上出现一道黑线 天啊 我这舔狗形象 未免也太根深蒂固了吧 无奈 我只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林沁 林沁耸了耸肩 只好无奈起身 开口道 病房之中的气氛 突然像是凝固了似的 林沁捂着嘴 瞳孔微微放大 有些不敢相信的尼南道 裴眼你 不记得了 你给人当了七年的舔狗 结果 他还跟着个黄毛痞子逃婚了 听完林沁说的一切 我愣愣地正在原地 眼中满是不敢置信 我是谁 从小到大的学霸 陪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 结果居然舔了别人七年 一时之间 望着镜子里 我感觉说不出的荒诞 然而正在这时 病房门又突然被猛地打开 却见我妈满眼泪水地走了进来 望着我的眼中满是心疼 爷爷没事 这婚不结了才好 以后妈妈给你一定找个更好的媳妇 不要担心公司 妈妈会处理好的 你要做的就是养好身体 在她看来 我受了这般打击 现在肯定难以接受 很难想象 她现在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沉默了一会儿 我挤出个笑容 拍着胸脯道 妈 我没事 以后 我不会再缠着那个女人了 你儿子回来了 啊 眨巴了两下眼睛 我妈突然上来用手背侧下我的额头 尼南道 也不烫啊 怎么开始说胡话了 我的额头上出现一道黑线 天啊 我这舔狗形象 未免也太根深蒂固了吧 无奈 我只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林沁 林沁耸了耸肩 只好无奈起身 开口道 阿姨 陪言她 好像把木婉清 忘了随着我妈眼中的三分担忧 六分惊喜 一分怀疑 很快 一大堆医生乌乌扎扎的围在我边上 开始给我做各种检查 但是最终都一无所获 陪女士 陪言先生的这种情况 我们也没遇到过 但是就现在的检查状况来看 应该对身体没有什么负面影响 或许是因为遭受情感刺激太大 大脑启动了保护机制 才导致陪言先生失去了一部分的记忆 一个精神科的主任对着我妈开口道 我都说了我没事了 我无奈地扯开手上的那些仪器 开口道 检查下总是好的 接下来言言 你想去哪放松一下 要不去国外捋个游 我妈的神情略微放松 接着笑着望向林沁 目光似乎有心一样 怂恿到 正好可以让小沁陪着你一起 言言 人家小沁一听到你出事 当天就坐飞机赶回来了 连家都没回 就陪你到现在 你要是不好好感谢一下人家 我非得让你爸揍你 听到这话 我的心中不由得有些诧异的望向林沁 直到这时候 我才发现 在医院的角落里 还有着一个粉色的行李箱 他居然在这陪路我七天 说起来 这个行李箱 还是当初他出国的时候我送的 没想到他一直没换 一瞬间 我感觉自己以前真是瞎了眼 林沁对我的好 居然到这个时候才看清 九次轮回 我的记忆里没有了沐婉清 但是与之无关的记忆 却依然在 其中 就包括了林沁为我做的一切 每一事 都是他无怨无悔 默默陪着我到最后 这一次 我不愿再放开他的手 阿姨 你别乱说 我不用陪爷陪我 他没事 我就要回国外了 似乎察觉到 我妈那灼热的眼神 一向和女汉子似的林沁 这时候竟然突然的脸红起来 然而没听到这 我妈确实急了 开始疯狂的给我使眼色 别啊 小沁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在国内多待会儿 也让妍妍多陪陪你去玩玩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 林沁 等我一段时间吧 等我处理好手编的事 我陪你一起出国 陪家丢的颜面 我爸晕倒 总不能就这么视而不见 听到我这话 林沁和我妈都不由得神色一紧 林沁赶忙开口 裴言 别冲动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你千万别想不开啊 看到他们紧张的样子 我一下子反应了过来 不由得有些哭笑不得 怎么的 他们以为 我是要去找那个 抢婚的痞子拼命 他也配 能被一个痞子抢走的女人 说明他本身的档次 也就那样了 现在的自己连多看一眼都嫌累 只是既然那个女人 做到了这一步 还把我爸弃进了医院 那以前我给她的 我就要亲自拿回来 要把我自己留下的烂摊子 收拾一下 无奈地轻叹一声 我望向我妈 开口道 和爸说一声 我要回公司了 下午 我就要出院 刚出院 我就拿到了 我爸托人带给我的 临时董事任命书 让我全权负责公司的一切事务 听管家福伯说 我爸得知 我愿意回公司了 激动得差点当场蹦起来 连中饭都炫了两大碗 毕竟 若不是先前 我一直缠着木晴碗 不愿掺和这些事 他早就想把公司的事交接给我 要知道以前 我可是只用了两年 就让公司的体量翻了十倍不止 甚至在当初 还成了是十大优秀青年代表人物 好了 开始吧 说说现在公司的情况 随着我在意识厅的主座落座 一个个董事也接连出现 陪少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如今的主营业务 以及财政状况 几乎是看着我长大的李董事 对着我和善地笑了笑 打开了一张巨大的PPT 开始从无到有 从公司的近况 到如今面临的危机 对着我详细阐述 很快 有着90记忆打底的我 便已经明白了大体情况 所以公司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民众对陪事企业的信任度下滑 导致股价下跌 只肩倾扣桌案 我淡淡开口 陪事企业所涉及的行业包罗万千 几乎涉及方方面面 但终究还是离不开一个人子 的确 听到我一针见血地说出问题所在 李董眼中闪过一丝欣慰 点了点头 陪少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自然是有的 我嘴角微微上扬 望向身侧的林沁 轻声道 小沁 把我在公司做的策划书拿过来吧 好 这一手旗下的妙啊 陪少果然厉害 不愧是当年被称为少年股神啊 嘖嘖 陪少要是早点接手公司 我们公司怕是都能冲击世界企业500强了吧 策划书才看到一半 一个个人老成精的董事 已经都不由地激动地纷纷起身 以他们的眼界 自然能看出这部策划书的重大意义 几乎每一子都下在了如今他们的痛点之上 要是能完全实施 不要说解决当前企业的困局 挽回损失 陪事起码还能往上走一个大台阶 好了 如果各位没什么意义 就去做事吧 我笑了笑 面容淡然 策划书上的一切 对我这样一个开了挂的人来说 实在不是什么难事 只是正在这时 李董却是突然开口 陪少我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笑容不变 轻声道 第一 按照这个策划书 我们要裁掉一大部分这两年的新员工 第二 我们还要终止和木天企业的合作 木天企业的新能源项目 现在可是如日中天 这样做 是不是太冒险了 李董深深吸了一口气 眼中有些担忧 听到木天二字 李董眼中很明显 有些不自然 别担心 这两年 公司招的新人 我都看了 鱼龙混杂 必须清洗 其次 木天企业 他们的新能源项目走不远 我们陪试 会有自己的新能源部门 我微微一笑 面色淡然 听我把话说到这里了 李董也就不再多言 直接解散了会议 等到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我才伸了的懒腰 对着李沁笑着道 走吧 辛苦你陪着我开这么久的会了 我请你吃大餐 真的 李沁习惯性地走上前 给我捏了捏脖子 嘟着嘴道 那我可得狠狠宰你一顿 好说 我站起身 突然转头 却恰好和李沁面对面 我们之间的距离 差得还不到三厘米 你 你靠这么近 干什么 一股灼热的香气 冲进我的鼻腔 我还来不及反应 李沁已经如同受惊的小鹿一般 往后退了一步 看到他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 我无奈地耸了耸肩 心中暗叹 急不得呀 欧菲尔餐厅 这里是有名的情侣餐厅 在我打过招呼后 我和林沁还没到 经理便已经等在了门口 老位之 见到我们 经理赶忙赢了出来 只是在见到林沁的时候 眼中很明显有些诧异 老位之 我轻轻汗手 带着林沁来到了二层的靠窗位置坐下 林小姐 这安排可还满意 帮林沁拉开椅子 我笑着打去道 哼哼 还算不错 林沁哼哼了两声 望着标识上的情侣专座 一时有些出神 但转而又立刻反应了过来 直接坐了下去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她的脸上似乎比往日总要更红些 好了 上菜吧 我轻轻按铃 边上的经理立刻会议 一道道精致的菜肴 很快被服务员端了上来 因为在公司开会 也的确有些饿了 我和林沁很快便没了形象 开始大快躲移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心中有股难言的轻松感 我竟然会因为吃一顿饭 而感到轻松 是因为陪我吃饭的人不同了吗 莫名的 我直愣愣地看着林沁 眼神越发地柔和起来 你看什么呢 正专心和一只龙虾搏斗 吃得满嘴是油的灵气脸一红 不油的娇声开口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正想说些什么 突然 被一阵踏踏踏踏 快步而来的脚步声打断 等我抬头 只见一个高傲的 如天鹅似的的女人 正用鼻孔瞪着我 面容清冷 对我的眼中却满是愤怒 裴言 你至于这么小心眼吗 就因为我们俩没走到一起 你就把我家在陪侍公司的亲戚 全开除了 而且居然还终止了和 沐天企业的新能源合作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现在 立刻 马上给我解决这件事 不然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我 望着眼前这个感觉 快炸毛的女人 我只感觉一脸猛逼 不是 这人有病吧 我们 认识吗 缓缓起身 我的眼中满是疑惑 听到我这句话 眼前的女人也似乎愣住了 但是转而 她却是微微皱眉 冷笑道 裴言 有必要吗 装饰意 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和你在一起 我告诉你 别做梦了 邵天那样有担当的男人 才是我喜欢的 而不是你这种半吊子 憋不出个屁的懦夫 看着这个女人 一脸 我欠了她几个亿的神情 我不由得有些无语 然而正在这时 林浸突然起身 拦在我的面前 如同护住幼崽的母鸡一般 毕声道 够了 沐婉清 你闹得还不够吗 你和裴言在一起这么久 她不欠你什么的 做人不要太过分了 见到眼前丝毫不退的林浸 莫婉清脸色微微一变 但是转而又立刻冷笑着 看向我道 才和我分开 这么快就找好下家了 真是无缝衔接 我以前真是瞎了眼 才和你不清不楚了七年 裴言 你是真贱啊 转而 她又上前一步 上下审视着林浸 高傲道 你是从哪冒出来的 我和裴言的事 也轮得到你插嘴 我告诉你 你不过就是我一个可悲的替代品 懂吗 就和那种路边的娃娃 没什么区别 现在 给我立刻滚出这里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听到这里 林浸气得已经是满脸通红 而且在听到替代品几个字的时候 很明显能看到她眼中的一些异样 但是哪怕如此 她也没有丝毫避开的意思 闭嘴 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终于反应了过来 猛地站起了身 一把将林浸拉进了我的怀里 沉声开口 莫婉清是吧 虽然我不记得以前 我们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我的记忆里 已经没有了你的位置 重新认识一下 李浸小姐 我的女朋友 她 从来不是谁的替代品 她 会是我的唯一 你 听到我的回应 莫婉清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难看无比 但是转而 她突然走上前 狠狠一巴掌 打在林浸的脸上 啪 清脆的巴掌声 回响在餐厅里 贱女人 你以为你勾搭上裴盐 就能取代我的位置 我告诉你 我丢掉的垃圾 也不允许别人捡 沐婉清恨声开口 但是话还没说完 啪 又一个清脆的巴掌声 在餐厅响起 只是这一次 是我的打的 哪来的疯婆子 还敢动手打人 我给你脸了是吗 你们餐厅 就是这么做事的 还不把这个蜂婆子 给我请出去 我的脸色沉得似 是要滴出水来 立声开口 是 是 匆匆赶来的餐厅经理 咽了口唾沫 赶忙招呼边上的服务员 先把沐婉清请出去 然而正在这时 一道尖叫声 猛地响了起来 啊 闭嘴 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终于反应了过来 猛地站起了身 一把将林青 拉进了我的怀里 沉声开口 沐婉清是吧 虽然我不记得 以前我们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我的记忆里 已经没有了你的位置 重新认识一下 李沁小姐 我的女朋友 她 从来不是谁的替代品 她 会是我的唯一 你 听到我的回应 沐婉清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难看无比 但是转而 她突然走上前 狠狠一巴掌 打在林青的脸上 她 清脆的巴掌声 回响在餐厅里 贱女人 你以为你勾搭上裴盐 就能取代我的位置 我告诉你 我丢掉的垃圾 也不允许别人捡 沐婉清 恨声开口 但是话还没说完 她 又一个清脆的巴掌声 在餐厅响起 只是这一次是我的打的 哪来的疯婆子 还敢动手打人 我给你脸了是吗 你们餐厅就是这么做事的 还不把这个疯婆子 给我请出去 我的脸色沉得似是 要滴出水来 立声开口 是 是 匆匆赶来的餐厅经理 咽了口唾沫 赶忙招呼边上的服务员 先把沐婉清请出去 然而正在这时 一道尖叫声 猛地想了起来 啊 裴妍 你 你居然打我 你居然敢打我 沐婉清捂着肿起来的脸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眼中满是怨毒 你等着 我一定不会原谅你的 这次 就算你跪在我面前求我 我也不会原谅你 她感觉自己真的是要疯了 裴妍 怎么敢打自己的 要知道以前 我可是把她放在手上 怕摔了 放在嘴里怕话了 别说打了 哪怕犯了再大的错 都没有对她说过一句重话 即使是要她捐出骨髓 她都没有丝毫犹豫 但现在 她居然因为别的女人打了自己 滚吧 看着狼狈不堪 被几个服务员架走的沐婉清 我的眼中满是厌恶 这样蛮横又没家教的女人 自己居然当了她七年的舔狗 甚至还捐了骨髓 一想到这事 我就感觉浑身都不自在 裴妍的突然 林沁抓住了我的手 眼中似乎有些担忧 她担心 今天的事会影响到我 她是知道以前 我对沐婉清那种近乎病态的迷恋的 如果万一我恢复了记忆 想起了今天这事 恐怕都会自责到寻短剑吧 然而 看着一脸担心的林沁 我的心中却只有心疼 沉默了一会 我轻声道 还疼吗 林沁摇了摇头 欲言又止 我突然笑了 反手将她抱在了怀里 她整个身子突然颤抖了一下 林小姐 我们在一起吧 我是认真的 什么 小青你和小妍在一起了 好 太好了 咱家小妍 真是上辈子饥了得了 当我和一脸娇羞的林沁 牵着手出现在我妈面前 我妈笑得嘴都咧到了 而后跟 这事儿 必须得好好操办一下 你们准备啥时候订婚 看着我妈 她恨不得过两天 就把我和林沁 送入洞房那模样 我不由得有些无奈 只好开口道 哪有这么急 等我先把公司的事儿处理完 然后带着小青出去 晚两年再订婚吧 不然太草率了 别人有的 小沁都要有 而且要更好 听到这话 我妈笑得眼睛都成月牙了 一把抓住林沁的手 越看越满意道 这臭小子还算有点把数 小沁啊 这臭小子平时就皮试 他要是敢欺负你 你就狠狠揍他 要不然就来找我 我帮你出气 明白了阿姨满脸通红的林沁 向我递了个求救的眼神 我黑黑一笑 耸耸肩 表示爱莫能助 其实我妈差不多也算是看着林沁长大的 平时林沁我妈来看就和半个女儿似的 只是现在一下子变了身份 反倒是林沁有些不适应了 看着他们其乐融融的模样 我的心也一下子放松了不少 正在这时 一个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里面传出了李董的声音 陪少 不好了 快看新闻 慕天企业的董事长慕清婉 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出大事了 大家好 我是慕天企业的董事长慕清婉 因为前几天和陪家少爷的订婚闹剧 相信大家都认识我 我知道有很多人对我口诛笔伐 但是在这里 我要告诉大家 关于我逃婚这件事 后面真正的原因 陪炎 他就是一个人渣 不仅在外面滥交 对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甚至在我抓到他出轨的证据之后 他还护着小三打我的试问 这样的一个人渣 我该怎么和他走下去 而在这样的人渣身居高位的陪氏企业 又是什么成分 在被陪炎这个人渣伤害后 我数次想过自杀 但是幸好 我遇到了少天 他是我遇到的最干净的男孩子 他虽然不像陪炎那么有钱 但是却心中只有我一个人 而且我相信 在我的帮助下 以他的能力 一定能将慕天企业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今天的记者发布会 我一是觉得 大家都应该有知晓真相的权利 二则也是为了宣布 少天将成为我慕天企业的CEO电视上 一袭白裙的慕青碗 哭得梨花带雨 声泪俱下 同时还拿出了一张张照片 赫然便是前两天在餐厅发生的一幕幕 他 他怎么能这么不要脸 看着视频 我妈气得直拍胸口 就他用来控诉我的那些话 作为有着七年记忆的他们眼里 用来说慕婉青自己还差不多 好 太好了 咱家小妍 真是上辈子激了得了 当我和一脸娇羞的林沁 牵着手出现在我妈面前 我妈笑得嘴都咧到了 然后跟 这事儿 必须得好好操办一下 你们准备啥时候订婚 看着我妈 她恨不得过两天 就把我和林沁 送入洞房那模样 我不由得有些无奈 只好开口道 哪有这么急 等我先把公司的事处理完 然后带着小沁出去晚两年再盯婚吧 不然太草率了 别人有的 小沁都要有 而且 要更好 听到这话 我妈笑得眼睛都成月牙了 一把抓住林沁的手 越看越满意道 这臭小子还算有点把数 小沁啊 这臭小子平时就皮试 他要是敢欺负你 你就狠狠揍他 要不然就来找我 我帮你出气 嗯 明白了阿姨 满脸通红的林沁 向我递了个求救的眼神 我嘿嘿一笑 耸了耸肩 表示爱莫能助 其实 我妈差不多也算是看着林沁长大的 平时林沁我妈来看 就和半个女儿似的 只是现在一下子变了身份 反倒是林沁有些不适应了 看着他们其乐融融的模样 我的心也一下子放松了不少 正在这时 一个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里面传出了李董的声音 裴少 不好了 快看新闻 慕天企业的董事长 慕清婉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出大事了 一大家好 我是慕天企业的董事长 慕清婉 因为前几天和 陪家少爷的订婚闹剧 相信大家都认识我 我知道有很多人 对我口诛笔伐 但是在这里 我要告诉大家 关于我逃婚这件事 后面真正的原因 陪炎 他就是一个人渣 不仅在外面滥交 对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甚至在我抓到 他出轨的证据之后 他还护着小三 打我的试问 这样的一个人渣 我该怎么和他走下去 而在这样的人渣 身居高位的陪氏企业 又是什么成分 在被陪炎这个人渣 伤害后 我数次想过自杀 但是幸好 我遇到了少天 他是我遇到的 最干净的男孩子 他虽然不像陪炎 那么有钱 但是却心中 只有我一个人 而且我相信 在我的帮助下 以他的能力 一定能将 慕天企业发展到 一个全新的高度 今天的记者发布会 我一是觉得 大家都应该有 知晓真相的权利 二则也是为了宣布 少天将成为 我慕天企业的 CEO电视上 一袭白裙的慕青碗 哭得梨花带雨 声泪俱下 同时还拿出了 一张张照片 赫然便是前两天 在餐厅发生了一幕幕 他 他怎么能这么不要脸 看着视频 我妈气得直拍胸口 就他用来控诉 我的那些话 作为有着 七年记忆的他们眼里 用来说 慕婉青自己还差不多 没想到慕婉青 居然还倒打一耙 要知道那七年里 我就差把自己的命 给他了 可以想象的是 在记者发布会的内容 迅速扩散后 赔逝企业短时间内的股价 恐怕会迎来暴跌 妈 没事 我来解决 我笑了笑 反而无比的平静 轻轻拍了拍老妈的背 有些歉意地望向林沁 开口道 小沁 看来只能下次带你去玩了 我 还是先得把这念缘 给了解了才行 我会照顾好阿姨的 林沁突然上前 轻轻握住了我的手 柔声道 你 不要 太辛苦 我的心颤了一下 对他回了个安心的眼神 笑着走出了房间 正在这时 我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慕婉清冷笑着的声音 从电话里传了出来 裴妍 你真以为你这样的舔狗 能玩得过我 我告诉你 不管你是真诗意也好 还是假诗意也好 我都不允许我丢的垃圾 被别人捡走 现在 立刻 和那个贱女人分手 然后来我办公室下柜求我 把慕天企业的新能源项目 还回来 我就考虑原谅 电话里的声音还没说完 我就直接打断 杀臂 风起了 慕天企业 也该破产了 啊啊啊 裴妍 你给我等着 这次我要你翻不了身 听了耳边传来的嘟嘟嘟的盲音 慕婉清感觉自己的肺都要气炸了 七年了 整整七年 我就和一条狗似的 从来没有忤逆过他的意思 结果现在居然敢骂自己了 不能原谅 好了 婉清 别生气了 不值得 少天笑了笑 走到慕婉清边上 开口道 这次那小子估计死定了 连带着陪氏企业 恐怕都要大出血 我们现在最该做的 就是抓住这次的机会 狠狠从陪氏企业上 咬下一块肉 听到这话 慕婉清眼中有些诧异道 你想对陪氏企业动手 陪氏企业可不好惹 虽然他有心恶心我 但是却也没想过 让沐天企业亲自下场 和陪氏企业打上战 因为这俩压根不是一个量级的 婉清 现在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陪氏企业自顾不暇 我们只要联合其他几家企业 未必不能吞下陪氏 你想想 到时候让陪延贵在你面前 求你的样子 少天舔了舔嘴唇 眼中热切的 听到这里 沐婉清突然想起来 前几天脸上挨的那一巴掌 现在似乎又开始隐隐作痛 好 少天 听你的 深深吸了一口气 沐婉清把头往少天的方向靠了靠 柔声开口 还是你有魄力 以后沐天企业 还得靠你掌舵才行 嗯 交给我吧 望着肩上的沐婉清 少天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 但还是微笑着 将沐婉清送出了门 在确保附近没人后 他打了个电话 亲爱的 快了 那个老女人 我已经快搞定了 过几天就让她把企业股份给我 我怎么可能喜欢她呢 这老女人就是个傻子 脸上腻子 恶心死我了 她都快三十了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呀 宝宝别急 你先订出国的飞机 就这段时间了 真是真的 百姨落个人资料摊在办公桌上 我望着眼前的李董 满是惊讶 原本只是想要深入了解一下 现在沐天企业的人员构成 没想到居然发现一条大鱼 那个少天居然是个流窜的诈骗犯 而且还专骗富婆 这可真是太狗血了 陪少 现在该怎么做 要报警抓她吗 少天笑了笑 走到沐婉清边上 开口道 这次那小子估计死定了 连带着陪氏企业 恐怕都要大出血 我们现在最该做的 就是抓住这次的机会 狠狠从陪氏企业上 咬下一块肉 听到这话 沐婉清眼中有些诧异道 你想对陪氏企业动手 陪氏企业可不好惹 虽然他有心恶心我 但是却也没想过 让沐婉企业亲自下场 和陪氏企业打上战 因为这俩压根 不是一个量级的 晚清 现在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陪氏企业自顾不暇 我们只要联合其他几家企业 未必不能吞下陪氏 你想想 到时候让陪延贵在你面前 求你的样子 少天舔了舔嘴唇 眼中热切道 听到这里 沐婉清突然想起来 前几天脸上挨的那一巴掌 现在似乎又开始隐隐作痛 好 少天 听你的 深深吸了一口气 沐婉清把头往少天的方向 靠了靠 柔身开口 还是你有魄力 以后沐天企业 还得靠你掌舵才行 嗯 交给我吧 望着肩上的沐婉清 少天眼底闪过一丝 不易察觉的厌恶 但还是微笑着 将沐婉清送出了门 在确保附近没人后 她打了个电话 亲爱的 快了 那个老女人 我已经快搞定了 过几天就让她把企业股份给我 我怎么可能喜欢她呢 这老女人就是个傻子 脸上腻子 恶心死我了 她都快三十了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呀 宝宝别急 你先订出国的飞机 就这段时间了 是真的 百姨落个人资料摊在办公桌上 我望着眼前的李董 满是惊讶 原本只是想要深入了解一下 现在沐天企业的人员构成 没想到居然发现一条大鱼 那个少天居然是个流窜的诈骗犯 而且还专骗富婆 这可真是太狗血了 裴少 现在该怎么做 要报警抓她吗 李董也有些无语 这事发展的 简直比小说还精彩 可以想象 如果少天是诈骗犯的消息 一爆出去 恐怕沐天企业 直接就要爆雷了 暂时不需要 指尖轻扣扶手 我微微一笑 脑子里已经有了个更好的主意 沐天企业是个好企业 有问题的只是高层 没必要把整个企业都毁了 况且 人家少天赚的也是辛苦钱 既然他想要沐天的股份 我们就帮他一把 几天后 少天突然兴奋无比的 急匆匆找到沐婉青 婉青 机会来了 我联系的那几家大企业 突然同意了我的方案 但是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 让我必须成为公司的实权董事 你看这 深深吸了一口气 少天兴奋的差点跳脚 感觉自己今天差点都被这个天上 掉下的馅饼砸晕了 什么 沐婉青心中一喜 没想到那几个企业 居然真的愿意下场 但是转而 他又微微皱眉 犹豫到 只是让你成为实权董事 恐怕公司其他人 不太愿意出手手中的股份 其他人不愿意 婉青你就先把你手里的股份给我呀 突然 少天开口 你要我的股份 沐婉青一愣 似乎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你不愿意 看到这反应 少天微微皱眉 脸一下子沉了下来 你觉得 我会看上你那点股份 我可是为了搞垮赔市 才一直忙得东奔西走 你连这点信任都不愿意给我 沐婉青赶忙白手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股权转让 就算走正规程序 也不是那么快的 听到沐婉青愿意 少天立刻又赶忙开口 这没事 我已经想好了 只要你快速低价 抛掉手里的股份 然后我买进就行 啊 这 会不会太冒险了 沐婉青心中不安 犹豫着开口 但是转而看到 少天脸色又沉了下来 只好赶忙咬牙改口 好 就按你的意思办 很快 沐婉青就打了个电话 开始让人低价 抛售自己的股份 而少天这边 也是立刻开始买入 陪少 鱼上钩了 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声音 我笑了笑 开口道 那就收网吧 让公安请我们的少天同志 进去喝杯茶 是 另一边 少天正紧张地来回踱步 眼中还时不时闪过一丝 对未来的期望 然而正在这时 砰 办公室的门突然被粗暴地打开 几个公安严肃地走了进来 直接按住了满脸慌张的少天 你小子 几个月的时间横跨了六个省来行骗 这下看你往哪跑 为首的公安冷笑一声 直接就压着少天往外走 等等骗子 什么 沐婉青凑地一下站了起来 满脸煞白 等他从公安的了解了少天的底细 整个人都直接傻了 他成了个笑话 不 不好了 沐董 您的股票 被全部被赔市企业收购了 正在这时 又一个消息传来 直接让他像被抽了骨头似的贪软在地 他的眼中满是绝望 完了 全完了 不对 还有希望 去求求裴炎 他一定不会把事做绝的 呜呜呜 裴炎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 沐婉青颤巍巍地拨打了那个熟悉无比的号码 痛哭着起求 然后从电话里传出了两个字 杀臂 两年后 沙滩边 一场盛大的婚宴正在举行 让我们有请新郎裴炎先生 新娘林沁小姐出场 随着肆意浑厚的声音响彻 我牵着林沁那柔软的小手 缓缓向前 一阵阵激烈的掌声 不绝于耳 在我搞定了公司的杂事之后 我和林沁在外面旅行了两年 最终决定结婚 怎么 怕了 感受着林沁微微颤抖的身躯 我不由地调笑道 哼 那可不 哪像你还有经验 感受着腰间软肉传来的剧痛 我一下子不由地有些呲牙咧嘴 我记得沐天起夜 后来专营慈善 沐婉青被扫地出门后 似乎受不了打击 进了精神病院 好像是吧 不记得了 你不找个机会去看看 一个陌生人而已 为什么要去看 听到我的回答 林沁眼中露出一丝满意 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 我笑了笑 拥它入怀 我说过 林小姐 此生 你就是我的唯一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